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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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Judy 今天這條片就會介紹 Catia西班牙 Alpaca Superfine & Dinner Cottons 其實你聽過名字就知道 它有Alpaca 又有Cottons 其實就是台陽毛和面 一個混合的線材 這個線材適合一年四季使用 這個系列有12個色 我們就會看看它的顏色 以及這個線材的結構 我們現在來近鏡看一看 Alpaca Superfine & Dinner Cottons 它的顏色 這個系列是比較淺色 比較清新的系列 所以如果你想在冬天 不要穿這麼黑的衣服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挺好的選擇 好,我們看看 第一排右邊這個就是淺啡色 但是在鏡頭看見 反而比較深色 右邊這個就是米白色 下一排 右邊這個就是梅紅色 中間其實是一個淺淺的齒色 這個其實紫色也挺漂亮 最左邊這個就是很淺的淡粉紅 第三排 這個會看到有橙橙色 有一個淡粉紅色 還有一個很青的蘋果綠 還有一個很青的蘋果綠 還有這個我很喜歡的水藍色 最後一排比較深色 右邊這裡有一個綠色 中間其實是黑色 最左的其實就是深藍色 由於這兩種顏色很相似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時候 就不是看得很清楚 但你會看到其實 右邊和左邊有兩個不同的顏色 我們看看這個蘋果綠色的成分 你看到這個焦紙寫著 73%是綠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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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焦紙寫著棒針是用4-4.5mm針 如果積平針的話 它的密度4.5mm針 10C就是20針27行 其實它的爐球由於它的成分有Albaka 但是軟熟得來 你又不見到它的毛飛出來 就算現在近鏡這樣看也好 你不會見到毛飛出來 我亦都有織過和勾過 也不會說一邊織或一邊勾的時候 毛掉了 它雖然是有棉的成分 但是它又不會硬崩崩 它摸上手其實又不刺肉和很舒服 由於這個是一個鎖鏈的結構 其實它打得比較鬆 所以就不會說洗完之後就不會硬崩崩 我們可以看看它的線材欄的結構 你看到我們近鏡點看看 你看到有個V字嗎 它其實是一個鎖鏈 好像我們勾鎖針的設計 整個都是一個鎖鏈 這種線材的結構其實是比較蓬鬆 它有一個好處是什麼 就算你織也好勾也好 你看到就算把那條線拾來拾去也好 其實它不會那麼容易被你拾散 好處是什麼呢 當你織也好勾也好的時候 不會那麼容易那支針 就刺進去那條孔裡 就刺住它 叉住它或者勾起 不論你是伸手也好 或者你是有經驗編織也好 這個孔又可以織又可以勾 十分之好用 那我就用這個5mm針 就織了一個織片 那你現在看到了 我現在手上這個 就是用5mm針的織片 其實它也有少少緊 那我覺得其實如果再做一個5.5mm 都可以 那好了 由於我們可以用一個 比它廠方更粗的針 所以其實它是省了 你看到它現在這裡 50個g是130m 一般平均如果用5mm針去織的織片 其實50個g大概只有100m 你看到它現在已經多了30% 那如果我們再用一個5mm針 就會更加省了 平時譬如這樣說 我們如果用一個5mm針的織片 去織一條頸巾 用5個 那這個其實4個就夠了 那所以其實它會輕了 而且也便宜了 亦都抵用了 那這個拉球 因為它的招指寫著 這個可以機洗的 它這裡是可以用30度的水溫 洗衣機洗 不過我織完這個織片之後 就扔了下洗衣機 就和那些衣服一起洗 我這個洗衣機其實是一個40度的水溫 我還用了800轉去拼乾 拼完出來之後也好 它這裡沒有走樣的 你都不會看到它的毛都飛出來 或者整塊織片就歪了 或者走樣的樣子 它這個結構都不錯 所以其實又可以織 又可以勾 亦都可以扔下洗衣機洗 真的十分之方便 好美的水藍色 這個就是一個 好像Tiffany Blue 般的水藍色 這個就是我試積的一個 棒針扭繩的頸巾 現在這個就是用一個5mm針 如果你是做得緊的話 你都可以把它轉為5.5mm針 也可以的 如果這個頸巾因為它比較闊 有成25cm 大概用6個拉球就可以做完 就算了 Andina Cotton其實都可以用來勾 你看到現在這個就是用59號這個梅紅色 就可以用來勾3 這個就是用7斜凍0 4mm的勾針 由於它本身的拉球其實都有一些陰陽色 所以你勾出來的效果都有一些深深淺的陰陽 所以Andina Cotton其實可以勾 也可以勾 今次的介紹是這麼多 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在下面留言 又或者直接聯絡我們 多謝收看 拜拜